感谢大家的配合,谢谢大家 这段时间大概到六月初 让他这段时间比较风险解决性要高的这段时间 让他度过去 都过后再回复那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金融出现本土确诊病例后 全国知名的金融庙口夜市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金融市政府除了立即要求摊伤全程戴口罩 并做好用餐隔板措施外 五月十四号起也开始比照去年设置光达人流监控系统 并将浓流人数限制在一千五百人 减少疫情感染风险 对,零射的那台 那他跟一般2D的摄影机不一样 3D的资讯是不会因为遮挡的关系 然后会有一些演算的误差 然后可以直接在画面上面看到现在目前的人的情况 在我们庙口夜市 因为你人流的流动 而且这个是小吃摊 那我们昨天其实也请示了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 他们其实是强调最重要的十年制是在餐厅里面 室内的一个空间 那至于是夜市倒没有特别的去强调 那很多人来到夜市 他可能就要坐一下吃完就马上就离开 那我们也把相关的这个压克力的一个隔板 也照去年的一个规格全部都建置起来 那现在再把这个人流的感测系统把它建置 去降低在单位时间里面停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人数 对于金融市政府提高防疫标准 摊伤都能接受 也希望疫情能尽快结束 都冷冷清清啊 不会啦 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对啊 我们廟伏东 我们让我们有隔板 大家整个保护自己也保护不了 把防疫措施做得好 这整个就会安全起来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是去啦 祝晓月 那其实就是也是去台北 比方家那边卫了 对啊 不过现在还好现在都匡略了 对啊 这个来源都吹到 对啊 特别欢乐 就好处理了 这一家林幼昌从年轻时就常来光顾的米粉汤摊商 也贴出告示提醒消费者做好个人防疫 并鼓励外带以降低共产风险 你看防疫期间请戴口罩 然后并且尽量外带减少内用 所以我想摊商也自己有这样子一个防疫的一个意识 所以我在那边呼吁很多的好朋友 那虽然现在疫情比较这个严峻一点 不过我们有整个人流管控的一个系统 那摊商大家也都很守规矩 然后依照防疫来做 那大家来庙口 来这个消费来用餐 那也尽量去符合这个防疫的要求 也可以外带 然后避免这个大家 这个比较高密度坐在一起 我想还是可以很安心的来 享用庙口的夜市的小吃 另外发起5月14 全市大洗手护台湾火豆人李又昌也借用电剂公洗手台示范如何正确洗手 小朋友都很厉害 这个口诀 内 外 夹 攻 弓 弯 大 力 弯 弯 所以这样子可以洗得非常的一个彻底 然后把这个每个人的防疫的 自己的工作做好 那我们就可以增加 组绝这个病毒传播链的一个机会 这项洗手护台湾活动 也获得各界响应 并上传影片协助宣导 牛昌也在就庙口信仰中心奠基工 向开张圣王上香祈福 希望保佑疫情早日结束 让国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